日本吃剩的食物竟然不能夠打包 在韓國吃飯不可以把碗拿起來吃 難道是我們比較奇怪 同學來了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去日本吃剩的就是菜有剩 通常大家不會打包的 對啊 為什麼不能打包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 我太想要問了 那麻油為什麼不行 就是因為我們內用跟外帶是分開的 如果你要外帶就外帶去 內用吃剩的東西就不衛生 因為餐廳沒有辦法就是保護妳的安全 保護妳的安全 對啊 就是 便當 對 我們給妳便當盒說妳幫我們裝起來 也不會裝 沒有這個文化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 妳真的想要打包 妳就自己拿塑膠袋 然後在那邊偷偷真的拉妳的包包 這個不行 會被抓到 所以我說偷偷的 這樣也不行 自己帶走也不行 真的不行 那韓國為什麼不能拿碗起來吃 其實那個一種 以前古代的那個吃法有關 因為如果社會地位有 地位的人才有餐桌 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就沒有餐桌 所以用拿著 用手拿著吃 所以長輩就看到 你這樣你會貧窮怎麼樣 就是你一定要把飯碗放下來 就是窮一輩子的 窮一輩子的 就有這個差異 所以喝湯也要這樣喝 有湯匙 湯匙啊 貓跟狗一樣 擺在地上 湯匙 糟糕了 對啊 差點忘記有湯匙 不是啊 你說剩一點點湯匙繞不起來 要把它喝光 有的是可以拿起來喝 是OK的 但是基本上有湯匙 但不能全程 對 或是你拿碗 倒在手裡面 那一點點 然後喝一點 不是啊 誰好噁心 偷腹子放屁 對 盡量放屁 沒有這個習慣就對了 他們什麼 譬如說在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習慣 像網路上面有一個 就很神奇的 就是可以分辨出畫什麼東西 可以分辨出是不是日本人 好 畫什麼東西 畫桃子 畫桃子 對 可以來討大家一下 大家都有白板嘛 對不對 可以啊 大家來畫一下 簡單畫啦 不是叫你素描啦 請看 桃子長那樣 這個 這是仙人掌嗎 開朗 你這個也是 是仙人掌吧 開朗 那個看起來 我要表述 等一下… 是仙人掌吧 開朗的那個看起來真的好可愛 怪怪的喔 怪怪的喔 那是你的屁股吧 你把它擺過來嗎 你這個是有一個人躺在地上 往上看 然後看到一個什麼東西的感覺 我看到什麼 講清楚說明白 仙桃是不是 我畫的不好 那有毛毛啊 那個我喜歡那個 有毛毛的水蜜桃 甜蜜桃 有細毛啦 對 細毛 你那個毛太粗了啦 沒有 比太粗了 這比太粗了啦 不行… 就我沒有辦法畫出 好 那怎麼樣會是日本人 就是要 一般人會先畫葉子再畫愛心嘛 然後日本人就會先畫到的愛心 然後再畫葉子 他們葉子在下面啊 為什麼 其實他就是反過來而已啊 那部分的人都是葉子在上面 不然就真的有位置 我覺得葉子在下面比較像桃子耶 對 真的耶 對 對 日本的桃子畫法都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是啊 就是這樣子淘汰人才有辦法這樣出來 因為淘汰人的關係啊 他們覺得真的有淘汰人 那真的很準耶 所以你看光畫一個桃子 都可以分得出是不是 對啊 跟文化有關 我們今天要聊聊 什麼事情是到了國外 或來到台灣才會知道的 好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有人來宣傳啦 歡迎哲雅 哲雅你好啊 OK 接下來要問問大家 所有的外國朋友 什麼事情是在台灣你才知道的 先前完全不知 好 來 我們在台灣才知道 捷運沒有吃汗 捷運沒有吃汗 確實 確實 有時候也會有 沒有嗎 不一定喔 比較少 沒有嗎 稍微少一點 不一定喔 也不一定 其實可能比較少啦 少一點 比較不明顯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答案是什麼 捷運沒有時刻表 你所謂的時刻表是 譬如說9點一般 9點0 3分一般 9點0 8分一般 這好像是真的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好像是沒有 這很快就來了 捷運沒有 捷運只有說這一般載5分鐘 對 對 真的 為什麼有 可是我要跟你講 我最近有做捷運 我發現他有一個新的QR Code 然後你可以掃 有啊 你就可以知道他幾點大概來啊 可是他沒有真的 他沒有一個牌子 對 我覺得那個時刻表也很可愛 可是就是台灣就有那種 就是比如說我趕著出門 然後像那個環線 環撞線的話 它半次比較少嘛 就是可能有時候要等13分鐘 就會覺得 那我就搭計程車就好啦 就是 對 就日本的話就真的 就時間很準 11分 10分 12分都有準確的 就是分分秒秒都會 對… 記載得很清楚就對了 對 還有一題 什麼什麼東西居然是甜的 女孩們都是甜的 同情是甜的 台灣的女孩們都很甜 對 口水 其實很多東西都滿甜的 但是我就覺得 最嚇到的還是 是茶 茶 日本沒有甜的茶 沒有 而且那個我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去便利商店買茶 然後有糖 我真的是 吐出來 妳以為誰假料對不對 對 就是我以為是 那我現在是習慣了啦 那妳下次用那個甜的茶 配威士忌 對 幹嘛叫她這樣喝酒 對 她叫她最新的 為什麼 她最新都這樣喝啊 這樣拐酒 貼到了 泰勒 你看泰勒一直點頭 對啦 是嗎 因為我們加拿大人不是 沒有這個習慣 可是來到台灣發現 很多人會混那個 淺的綠茶跟威士忌 威士忌 然後我回到加拿大 我都給我的朋友們喝 他們都超愛 真的很好 對 因為加拿大有那個Ice Wine 是就是滿甜的葡萄酒 對 我們喝 所以他們喝那個甜的應該是滿 對 我們喜歡喝甜的 所以酒很適合我們 對啊 OK啊 是不是 那的確啦 這個日本就是真的便利商店 好像茶就是 沒有味道 無糖 對 無糖 對 我也是來台陽才發現 跟飲食文化有一點不一樣的 餐廳可以幹嘛 餐廳可以幹嘛 可以打包 可以打包 可以 可以就是 吃到飽 對 吃到飽 你們不行嗎 你們沒有嗎 吃到飽 但是幾乎沒有 看不到 台灣發現種類很多 五九五九吃到飽 對不對 七九是什麼 吃到吐 九九是什麼 都有 哪有這種 吃到死 吃到死是什麼意思 住在那裡是不是 各種那個 那你吃了怎麼還活 沒有 沒有講過 海鮮 火鍋什麼種類太多… 甜點什麼 我有一次那個知名那個火鍋店 那就也是 我們點的七九九吃到吐 然後很久沒有吃咖哩 我就拿一個小碗 然後放一下那個一湯匙 一小湯匙 然後放咖哩 然後很開心回來 台灣朋友說什麼你知道嗎 你神經病 你來這邊花了七九九吃咖哩 你是低級瘋了嘛 對啊 吃到飽吃滷肉飯的概念 幹嘛呢 但是怎麼樣我就不懂那個什麼 吃到什麼 比賽還作弊 比賽還作弊 可是我就是 傻瓜 跟我心裡就會覺得哪裡吃得錯 像你盤子 哪裡吃得錯 沒有 怎麼搞的 對 沒有 這習慣 因為我們通常去一定就是 一堆人都坐在座位上 但你一直在盯那個龍蝦什麼時候 會來 對 然後 對不對 就已經吃很飽… 你還是要去多挖幾球哈根大師 對… 一球賺80你知道 兩球160 三球240 你還是要計算計算 吃到飽就是 讓你覺得 貪到便宜 要划算 我今天吃 我今天賺到了 兩罐 這種感覺很重要 吃飽是其中一件事情而已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這一餐我真的賺兩餐 賺三餐 那感覺才爽 這個很重要 來 還有 餐桌會 餐桌醫療師會怎樣 竟然會 可以打麻將 打麻將 有 不錯 腳是方形的可能可以來代替一下 我們就變形金剛一樣 就叉咔咔就變成那個 打麻將 對 會轉 真的會轉 會轉 會轉 你們不會轉嗎 你們不轉 那你們怎麼交換菜 我們是 其實韓國都是烤肉的 我們是蠻辛苦的 就幫我斷一下什麼的 就是一直幫忙 幫忙夾菜 所以 我剛剛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發現 就是說很多台灣人 那只有一個韓國人說 台灣人都有默契你知道嗎 就是要吃 跟那個麻將一樣 什麼的就要轉 那我啦 沒轉木馬一樣 我什麼時候 卡進去來不及 而且我要假的時候已經轉了 錯過了 已經錯過了 我這一二三木頭一樣 你要幹嘛沒事 裝沒事是這樣 不是 在這種餐桌上面 最怕的就是 對 真的 你不敢轉 所以有些時候你要吃的菜 已經站在你面前了 你想要拿的時候 它又動 對 對 沒有 是不是 幫我這樣轉走嗎 等一下 結果你在吃飯還是在玩蝶仙 超痛苦 在玩蝶仙對不對 對 你怕 對 他走 那你就先放下來 他已經到對面去了 就一段姻緣一樣 真的喔 對 你要去轉他你又不敢 然後你去轉的時候 反正有一個人 你這樣轉過來 有一次力量是反方向的 對 同時 同時對面有另外人在那邊轉 四目相交尷尷尬 手把他收回來 你先… 對啊 而且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不敢 對 因為回來的時候 那個我的送影片就不見了 對 可能轉一圈本來你用嗎 這種東西千萬不能不好意思 尤其是跟我們這種打籃球 一起吃飯你知道 十幾個打籃球的吃飯 每一個都要比誰力量大 桌子過來你就把它撐住 要不然 要不然站一圈 那個牛肉就被夾光了 對 一定要撐住 對 絕對要撐住 這個轉盤文化真的大家可以 講很久 一定要 他在文化裡 而且你對方要轉對不對 然後你也想要轉 這個時候你轉… 轉到你前面來了 你正要夾的時候 他又開始動了 對 可是問題是 對方不知道你正在夾 對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對 他就過去了 你到底要不要叫他 你一叫他 好像覺得自己很貪吃 對 對不對 所以不能叫 你不能叫 你就是要把它撐住 撐住 那就是我在盛湯 我會盛湯對不對 然後拿湯 湯匙倒在湯裡面的時候 他把它轉走 然後湯匙倒在湯裡 對啊 這什麼情況 對啊 有時候夾了生紙 夾了生魚片 夾了生魚片以後 那芥末被轉走了 對啊 怎麼辦 怎麼辦 對啊 你看到現在我們都還在學 其實 台灣人 對 都還在學說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對 對 有些人就直接坐在那個轉盤中間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他都講得到 太方便了吧 他都講得到 誰敢坐這個 也OK 好不好 OK 所以這一題不錯 的確 這個的確滿累人的 好 OK 接下來答下 餐廳 店員不喜歡 什麼 加班吧 或是 要關門之前五分鐘你才來 對… 但是那個國外最不喜歡 好 那我這邊是 不喜歡聽實話 對 對 因為為什麼我要講 不要說店員了 我們都不聽實話 我們不聽實話 我們不聽實話 台灣人都不喜歡 全部台灣 對啊 你去看網路下面 只要對我們有批評的 我們都盡量不看 不看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就是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因為像就是 我們在國外去吃餐廳 尤其是那種比較就是傳譯料理 什麼之類的 那個答出他都會出來 會問我們說 你覺得這道菜怎麼樣 可是他都是希望聽到實話 因為他是做這個料理 他就是需要一直緊步 可是在台灣 就是我又一次跟我朋友去吃飯 然後他後來過來問我說 你喜歡嗎 你覺得怎麼樣 我就說 還喜歡 可是這個麵煮得太爛 就是太久了 太久了 他就是太軟了 那個就直接翻白眼 他就是那種 就超不爽 他就是整個臉色都是變了 糟糕 妳講到他的招牌菜 麵是他的招牌菜 他就是剛剛就是一隻微笑 妳有沒有看菜名呢 菜名可能就是一個 大爛麵還是什麼的 不會有人 軟麵 你點那個大爛麵 然後鹹果麵太爛 軟爛麵 有可能 因為我不認識 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少數吧 其他人遇到這樣狀況嗎 我也 那個跟台灣的聊天過程當中 當然很多人說 凱朗你來台灣這麼久 你覺得台灣哪裡好玩 那我就說 某一個地方不好玩 OK 某一個地方我覺得不喜歡 OK 但是食物不行 如果講食物 我覺得這個不好吃不怎麼樣 他們一直就推薦一直嘗 他就說你不懂 有一次那個時候 閒聊的時候 看你來台灣這麼久 不喜歡什麼食物 我說 肉圓 肉圓 有一點太有 你不太喜歡 對 就笑話不良之間 我就不太喜歡那個 那個肉圓 那天結束囉 回家的時候 一直一個一個電線給我說 太陽聽 其實呢 某一家肉圓都有一家更好吃 對 更好吃 你一定沒有吃過那個 吃到那個 你吃過那個肉圓才是真的肉圓 對 親生的不油 親生的 白色 然後你那個醬不要加太油 對 不然你會太油 炸的肉圓 我們決定… 我們下一次做一個特集 整集都是肉圓 這個還好 這個沒有很可怕 像我們外國人不吃抽豆腐 不吃淚脹 不吃豬血糕 他一直要講 這個時候其實很好 因為你不懂的欣賞 然後一直逼你吃 逼你吃 然後你吃 多吃 只吃你就懂了 但是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韓國人才奇怪 他們才是沒有辦法接受 人家批評他們食物的 對… 因為我曾經就跟我 就是韓國的朋友我就說 我去韓國我真的都不知道吃什麼 頂多烤肉 然後再來就是所有紅色的東西 對 紅醬 對 他們就是同樣一個醃料 可以醃泡菜 然後又蘿蔔 然後又蒜什麼各種 反正我就講說你們 我真的想不出來 除了紅色的東西有什麼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個不發火 沒有 那個玄龍 他跟人生雞湯 還有那個煎餅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我還跟他講 人生雞湯 跟煎餅 兩個不是好喝的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 接受韓國人吃飯的方式 因為他們就是一鍋湯 每個人就一個長長細細的湯匙 是這樣咬來吃… 每次咬才一點點 對 裡面就是大家的口水 對啊 對 可是他們就覺得 這是我對你 我們可以一起吃一鍋東西 是這樣子嗎 現在已經有小碗 可以端出來吃了 現在已經改了 小碗又不能拿在手上 又不能拿在手上 我張的湯還要被鹹的 為什麼 對啊 會這樣 其實我也是不習慣 吃那種方式吃 現在年輕的都 自己有自己的碗 對 小碗吃 對…改變很多 對 OK 好 但的確你看 我們台灣人萬一 食物受到批評的話 我們也是受不了 我們會反而去批評別人 對 更可怕台灣人更可怕的 十足地展現 台灣人的做法 我們有嗎 笨才子 這樣子 台灣是你自己 更可怕的來 我們… 你們比我們還嚴重啊 還講我們啊 然後就讓它過去 對… 週一至中午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讓你一次滿足